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最高法院裁決履行禁令符合憲法 川普勝利 反墮胎團體上訴成功 最高法院裁決加州法律違憲 川普稅改滿半年 經濟走勢強勁 世界杯戰報 梅西進球 阿根廷驚險晉級 首先來關注 在經歷一年多的訴訟戰之後 美國最高法院週二裁定 支持川普總統的履行禁令 川普強調 這個裁決是美國人民的重大勝利 高院9名大法官以5票支持4票反對 推翻了去年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 維持川普總統的履行禁令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裁決書中表示 出於國家安全考量 總統有權限制外國人入境 禁令完全符合總統職權範圍 另外 原告夏威夷當局無法證明禁令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也就是說禁令並不是針對某一宗教或團體 目前的行政令禁止敘利亞、伊朗、利比亞、野門和索馬里公民進入美國 並對朝鮮和委內瑞拉施有限度制裁 川普重申為了加強審查過境旅客 保護美國免受恐怖攻擊之外 在邊境鑄牆 保障國民安全 也是他的當務之極 所以我會永遠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和安全 所以我會在這裡談論 我們今天談論的資料 我們非常需要的資料 新唐人記者曹晶綜合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週二 針對加州現行的法律 做出了另一項裁決 指出 加州強制命令主張反墮胎的診所 提供墮胎相關信息的做法 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權利 這一裁決 被認為是保守派團體的又一大勝利 反墮胎是美國延續了半個世紀的爭論議題 週二 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 採決加州一項有關墮胎的法律 涉嫌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 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早在2015年10月 民主黨主導的加州通過了危機懷孕中心監管條例 要求這一反墮胎門診機構 必須向婦女提供選擇墮胎的相關諮詢服務 並要求這些中心提供如何墮胎與避孕的相關信息 一旦違反這些機構將被處以500到1000美元的罰款 目前 全美大約有2500個危機懷孕中心 他們基於宗教信仰 為懷孕婦女提供免費諮詢和服務 包括懷孕測試和超生檢查 同時努力引導他們避免進行墮胎 加州的法律通過後 反墮胎團體聯合多個診所將加州政府告上聯邦法院 指該法案違反了第一修正案 侵犯了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在被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駁回後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 在週二的裁決出爐後 保守團體關注美國婦女等組織表示備受鼓舞 新台記者古新月綜合報導 接著來關注 美國眾議院將在週三就共和黨提出的一項全面移民法案投票 週二 議長瑞安為這項法案積極造勢 希望解決非法移民入境時面臨的家庭分離問題 不過 這項法案獲得通過的前景並不樂觀 因為這一法案為許多幼年入境的非法移民 獲得美國國籍開了旅燈 從而遭到不少共和黨保守派議員的反對 與此同時 白宮一再強調 儘管邊境官員在執法時面臨場地和資源短缺的困難 川普政府對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並沒有變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美國去年底通過了稅改法案 至今已滿六個月 週二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希表示 目前美國經濟走勢強勁 各項指標都恰如預期 去年聖誕節前 美國稅改法案由川普總統簽署生效 時隔六個月 美國經濟運行已達到十年來最佳狀態 主要指標都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之前的預期完全吻合 就連主席凱文哈希都感到十分驚訝 最近經濟學家已將美國第二季度增長預期提高到超過4% 全年經濟增長可達3% 是2005年以來首次 稅改法案也讓美國製造業者受益明顯 今年已增加11萬5千個就業崗位 95%的業者都對未來充滿樂觀 調查還顯示 美國六成企業已計劃增加研發投資 超過一半企業將投資於數據化革新 目前 美國正考慮對中國 加拿大 墨西哥 以及其他貿易夥伴加徵關稅 引發市場擔憂 但白宮官員認為 這些對美國經濟整體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川普總統還計劃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後推出新的稅改方案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凱文·布萊蒂表示 相關法案最早在今年8月就會在國會提出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再來關注北加州雷克縣野火的最新情況 根據消防局的消息 截至週二中午 野火過火面積已經超過了1萬英亩 數千居民被強制撤離 來看報導 由於風向不穩定 加上氣溫高於往年的正常溫度 在過去一天裡 雷克縣玻尼野火的火勢持續加劇 受災最嚴重的春枝谷社區居民 全部處於強制撤離狀態 消防當局表示 目前大火已經延燒到1.2萬英亩 僅有5%的火場得到控制 消防當局加派了救災人手 來自阿拉米達 菲利盟 奧克蘭等地的消防人員 奔赴火場參與救援 使救災人數增加到1140多人 目前 大火仍威脅到600多棟建築 在過去四天裡 已有22棟建築被焚毀 包括10多棟民宅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游民危機是灣區主要城市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飽受爭議的南灣盛河溪游民庇護所計劃 因為遭到當地民眾的反對和質疑 市府決定將於近期再度召開社區會議進行討論 盛河溪游民庇護所計劃因飽受爭議 市府延遲了原定的選址公盯會時間 將在此召開社區會議 時間分別為7月11日、7月14日、7月17日和7月26日 市府覺得之前在做的宣傳不夠 所以他們現在又在7月份規劃了40次 這次的Workshop 距離比較近的那幾個社區 他們有收到就是紙本的 也是一個宣傳單一樣放到郵箱裡 早在2016年9月 州長布朗簽署了AB2176號法案 使盛河溪成為加州首個不受建築法規限制 搭建臨時木屋 解決遊民住房危機的城市 盛河溪市府計劃搭建20到40個小屋 每個平均80到140平方尺 配備床鋪、淋浴等基礎設施 目前候選地點限制在第三區和第七區 由於第七區的居民和市議員堅決反對 亞裔聚聚的貝利耶沙所在的第三區 成為最有可能的地點 AP2176這個答案已經通過一年多了 在這次社區會議上 市府將宣傳小木屋的理念、建造地點 還有和居民交流小木屋建造過程 並且現場解答居民問題 社區代表呼籲關心居住環境、治安狀況 房價等問題的民眾到場表達意見 我們就鼓勵有人想要表達意見就可以去參見 他需要住register 那他名額非常有限 我據說只有幾十個名額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會在外面準備一些 我們要表達反對的一些標語 新潭記者金亞蘭、盛河溪報導 接著來看今天的灣區簡訊 從7月1號星期日開始 旧金山國際機場將提高對Uber、Lift和WinZ等網約車的收費 從目前的3.8美元提高到5美元 網約車到旧金山國際機場停靠 要通過計架系統收取交通擁堵費 同時 旧金山機場還在中央車庫頂層新設置了一個網約車專用乘降區 到這裡 機場的額外費用只需3.6美元 Lift預計在兩週後 將所有的Lift Line載客業務都轉移到網約車專用乘降區 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近期更新了申請經濟住房的收入限額 新的數據顯示 在旧金山盛馬丁和馬林縣 年收入117,400美元的四口之家屬於低收入 而一年7萬3,000則屬於非常低收入 相比之下 全加州的低收入標準是一年收入不到6萬2,000美元的四口之家 而非常低收入則指收入不到38,700美元的家庭 馬林獨立報報導 縣房管局花費了17,500美元來對付馬林市金門村的屬害 但從4月中旬以來 只殺死了7隻大老鼠和15隻小老鼠 每隻老鼠的費用高達761美元 金門村是一個擁有300個單位的公共住宅大樓 居民在3月的社區會議上抱怨老鼠氾濫 老鼠不僅在廚房裡啃食 甚至拒絕必處理的衣服 新唐記者曹靖哲與偉綜合報導 不滿哈雷出走 川普稱企業回遷才是潮流 美國著名的哈雷摩托公司宣布 因為歐盟徵收的高關稅要前往海外發展 而川普總統否認這是美國和歐盟貿易戰的後果 川普週二中午與眾議院共和黨人午餐時表示 他正在成功地讓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國的關稅 開放市場 哈雷德里斯特使用這作用了一種誤解 我沒有喜歡因為我非常好用哈雷德里斯特使用它作用了一種誤解 我認為人們在描述哈雷德里斯特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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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種誤解 週一重開了一家在美國南卡州關閉的鋼鐵廠 藉此迴避川普政府向外國企業徵收的25%的鋼鐵稅 古布塔預計未來幾年在美國投資50億美元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今年6月中旬5G網絡首播的標準已經出爐 最快明年第一支5G手機就要登場 來看報導 6月13號3GPP正式發表5G第一階段全功能版本 日本2020年東京奧運啟用5G 韓國2019年3月推商用化網路 美國2018年年底五大城市提供測試網路 中國2020年商轉 台灣則是2019年推出實驗網 產業涵蓋車聯網行動運算工業4.0 更擴及智慧城市 5G可以講說一個叫做速度的時代 預估東亞地區加上美國2023年前 全球將產生10億的5G用戶 產值更是上看10兆美元 次世代浪潮正在起跑 也難怪各國業者竟相追逐 希望不要輸在起跑點 新台地市陳惠謀審惠同 台灣台北報導 網約車公司Uber於2010年在舊金山成立 目前已經拓展至美國和全球各地 並吸引了多家對手參與競爭 根據一份最新的調查報告 目前 美國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使用網約車服務 2015年12月 PIO的一項調查發現 儘管有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 聽出過網約車應用 但只有15%的人使用過這類服務 根據不同公司的數據 2018年大約有24%到43%的美國人 使用過網約車服務 Second Major和Ernest Research 使用信用卡和銀行卡數據 最終用戶消費情況 他們分別發現在過去12個月時間裡 有32%和43%的人使用過網約車服務 另外Toluna和eMarketer的數據 分別為35%和24% 調查數據也顯示 網約車服務區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消費者也傾向於生活在城市環境中 並且比普通人群更富有 新台人記者曹景哲綜合報導 禁止酷刑公約生效30年 大陸酷刑仍猖獗 6月26日是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 也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生效31週年 該公約自1988年在中國大陸生效 而中共統治下酷刑依然被濫用 其中法輪功群體受到的迫害最為嚴重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1987年6月26日生效 1988年大陸人大批准在中國生效 但30年過去中國酷刑問題不絕 天津法輪功學員楊玉勇2017年7月11日 在天津市武清區看守所突然死亡 他生前自述 曾經遭到侮辱和酷刑 楊玉勇的遺體上有多處瘀傷 他的案例被美國國務院收入2017年 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另據美國國務院2017年各國人權報告指出 大陸的政治和宗教意義人士 在中共各種關押場所 繼續遭到殴打 奠擊 強姦等迫害 其中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報告更為頻繁 在中國大陸酷刑普遍存在 從制度上看 當然他沒有內部監督 政法委同管公檢法師 不存在誰監督誰的問題了 都中共在管 那麼為什麼不建立監督呢 主要是因為中共的司法系統 是為中共統治服務的 使用酷刑可以打碎那些被中共 視為敵人的人的反抗意志 這是中共統治的需要 橫河指出 中共為美化形象 對外宣揚將演進酷刑 但是對內並未履行承諾 橫河指出 中共以酷刑為工具 以信仰團體為主要鎮壓對象 有深層原因 中共從建黨到建政一直到現在 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酷刑和殺戮 再深一步看 你看中共的酷刑 主要針對的在以前 就是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信仰 有直接關係的 傳統知識分子 還有呢 就宗教信仰 中共的最終目的 是要那些受迫害者放棄對神的信仰 也讓所有旁觀者以這個為榜樣 來放棄對神的信仰 這才是中共酷刑背後的真相 這也是任何所謂的司法改革 都不可能改變的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 過去30年 曾五次審議中共的履約情況 2015年還要求中國 獨立調查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 但中共迴避專家的質詢 對國際人權組織的呼籲置之不理 德國之聲2015年刊文指出 中共看準國際綏靖主義 隨意挑戰人類的政治文明 讓中國酷刑成為世界之痛 不過近年 國際反對中共的聲浪崛起 自由社會能否聯手止痛 外界拭目以待 新唐記者玲瀾 紐約報導 6月26日是國際反酷刑日 然而在中國大陸 無數法輪功學員卻因為不放棄信仰 一直在遭受著中共暴力機器的酷刑折磨 修煉法輪功的王女士因拒絕放棄信仰 被當地派出所接到抓到洗腦班牆破轉化 王女士說 警察讓她吃飯 還詢問她身體有什麼感受 從洗腦班回家後的王女士全身紫黑色 被醫生診斷為重度食物中毒 王女士說 在身體恢復後 又被警察抓捕到勞教所 王女士說 酷刑迫害中 她的身體被嚴重損害 王女士表示 中國大陸有太多像她這樣的法輪功修煉者 因堅持信仰在被中共酷刑折磨 她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和制止中共 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新唐人記者 洋洋洛杉磯采訪報導 世界杯賽創 阿珍廷驚險晉級 稍後回來 世界杯足球賽繼續小組賽最後階段的比賽 備受矚目的阿根廷隊在比賽第86分鐘 絕殺尼日利亞 以小組第二出現 而C組的法國和丹麥隊則打成了平手 雙雙晉級 地組阿根廷與尼日利亞在最後一輪相遇 此一 阿根廷必須全取三分才有可能小組出現 而尼日利亞只需要一場平局便能晉級 上半場第14分鐘 梅西接隊友傳球 打進她個人在本屆世界杯上的第一力進球 不過阿根廷下半場失去領先優勢 尼日利亞通過點球扳平比分 把阿根廷重新逼到淘汰邊緣 無路可退的阿根廷不得不全線壓上 但比分直到第86分鐘才重新改寫 梅爾卡多在前場右路傳中 後衛羅霍 凌空抽射打進球門圆角 阿根廷隊幾乎是在比賽最後一刻才拿到16強的入場券 同組的另一場比賽 提前出現的克羅地亞憑藉下半場的兩力進球 以2比1戰勝冰島 不僅打消了冰島隊出現的希望 也幫助阿根廷掃清了障礙 稍早進行的Z組最後一輪爭奪中 出現了本屆世界杯上首場沒有進球的比賽 法國隊與丹麥隊0比0戰平 不過一場平局也足以讓兩隊順利出現 法國將在1%決賽中迎戰阿根廷 另一場比賽 南美區的秘魯隊雖然以2比0戰勝澳大利亞 但兩隊還是在此役後一起告別了本屆世界杯 新唐人電視韓瑞綜合報導 新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1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